好我們鑽石的話齁 這樣配 然後他血量呢 要撐過第一關的31000齁 第一關打31000 因為鑽石他本身沒減傷 所以就是死血要撐過31000 那這隊的血量是32000齁 所以我們這邊就可以爽喜 痾... 爽喜 誒他快死了啦 他快死了再洗 這個黑白豬我真的是 真的是看不太懂 真的是罩門你知道嗎 沒翡翠感覺傷害也是夠啦 放心 好這邊的話呢 翡翠掉直接開 感覺一波直接帶走 你看開了翡翠平砍4億多 他血才2億7而已 好這邊洗個兩回合齁 洗個兩回合 這邊光等於星齁 我們這隊的話光等於星 所以不用怕回不來齁 超級無腦 只是這邊第二條血可能要開個技能喔 因為鑽石打龍類是不是比較 比較不會那麽 比較沒那麽痛啊 我記得好像是這樣子 欸欸等一下等一下 嘿! 有沒有看到 技術性 技術性 這邊不要斷光跟星啊 這邊不要斷光跟星啊 打龍比較不痛對不對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開個增山齁 就要打龍 呃下一關是什麼 呃 不重要 這邊感覺是開打幾雙技能 就夠了 這邊開打幾雙技能 我會沒有打碎 我們可以進去 我們把不斷光 蹈了 我們要打幾個 這邊都能打到 你們把不斷光 放在那一關 你們把不斷光 OK OK 接下來呢 風化這個地方喔 噢 呃 死車局 炸掉 ok 這邊其實可以先開一次鑽石 先開一次鑽石 然後把他的增傷帶到下一回合 然後下一關開蛋白石解弱化 或者是開關翡翠也可以 可以 好這樣子 這一隻血比較少 大概1億而已 隨便打 死車局跟蛋白石兩隻不同關開都可以啦 欸靠就是怎樣 像這種情況的話齁 其實呢 這樣就好了 好像火珠太多的時候呢 直接把他炸掉 開關翡翠炸掉 然後直接帶走 血量是3億6千萬吧 可是在鑽石的面前齁這個都 都不重要齁 這邊的話我想一下齁 呃我們可能要等一下技能 稍微洗一下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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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不會死 不會死 我們稍微等個技能啦 呃這邊一回合齁 可以了 好 這樣帶走之後其實你可以開龍科把火珠濾掉 也可以不開龍科再打第二波爆發 好 這樣也可以 覺得簡單的有沒有 覺得簡單的 加1 覺得簡單的加1 這算簡單了吧 這個跟秦皇比起來算簡單了吧 完全無腦欸 第一次打就過了 而且龍科完全不用開 剛按局不帶也行 可以啊 你可以帶一個固定版面的啊 比如說那隻是什麼 那隻長得很奇怪的眼球老師啊 也可以啊